花園中一塊一塊攏高的花圃並列 還有民眾一邊聊天一邊種下植物 靠近一看這些都是能當成食材的蔬菜 這裡是澳洲的南部城市 阿德雷德的一處住宅區 社區中有一座廣大的花園 從十多年前開始 這裡的居民就利用花園一塊角落 開始種植蔬菜 號召每人每天種植五棵生菜 自己自足 成了當地的第一座社區菜園 就算不會種菜 也能夠在這裡遇到其他人 學習相關知識 這種自己自足模式 也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隔閥漸漸消失 吸引居民能夠一邊勞動一邊交流 透過淋漓間的互動發展成一個互助的社區 目前這樣的社區菜園在地方議會慈善機構跟其他組織的支持下 正在郊區許多住宅區中興起 特別是受到物價通膨影響 連一顆結球蝸具售價都達到12澳幣 相當於超過台幣250元的情況下 長年累積出來的種植習慣 也讓居民省下不少家庭支出 儘管讓菜園一年四季都升級蓬勃 得花很多時間去照顧 但社區團結種植的力量 估計也能夠協助許多人 鎮渡通膨的經濟壓力 各位新聞陳頌秉